就从那一刻开始我觉得 我自己也要好好静下来 想一想我自己的人生 其实我觉得你不要这么想 是最大的遗憾 因为爸爸能那么安静地走 我相信他看到了一个 已经儿历之年的坚强的 乐观的女儿 他是放心的 对吗 对 可能 就每个人的生活故事不一样 每个人的心理承受的能力也不同 那么生活他既然给了我 那么我能做的就是 很平静地接纳他 然后我从这个故事当中 我能让我自己成长到哪一步 我一直都这么要求着自己 所以就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自己也有宝宝了 对 是的 这后来还是生生力力地结婚生子了 是吗 有人介绍嘛 就介绍一个男孩 就这样子就选择了婚姻 自己有一个家了 就是后来又有了孩子 正好一儿一女 哦 还有两个孩子 对 很幸福 但是后来不幸地就是 生活在一起了 对吧 有采米有眼的时候 可能就是事情就会来了 最后来是他主动提出来的 你 离异 对对对 所以我对你就是一个单亲的妈妈 带着两个孩子 那你那个时候是做了会计吗 做会计的工作 而且是在医院就非常的好 在医院做会计 那他呢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 他是一个学机械的一个理工男 对 做机械 对对对 所以你觉得是婚姻生活的压力 让他觉得无力承担 对 可能是吧 其实他如果不提你也 我也不会说的 对 其实我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女孩 那这个经济上你前夫帮你吗 没有 没有给一分钱 全是你啊 全部是我一个人 所以后来正因为这种情况 我就让自己跨行了 就没有在那种传统的医院 朝九晚五地去工作 拿此工资 全身心地做舞蹈和瑜伽培训 这跨行跨的太多了 对啊 跨行跨的很大 以前是会计 现在就做了瑜伽培训 合伙人和两人一起 对对对 所以经济收入也比这个 朝九晚五工作也要多一些 两个宝宝没来 但是他们好像录了一段视频 是吗 来一起看一下 大家好 我叫程富林 今年是谁了 大家好 我叫程富小 今年八岁了 现在 我有一些话 想对我的妈妈说 妈妈 您辛苦了 谢谢您 给我和妹妹带的这么好 等我长大了 我也要挣很多钱 给你买漂亮的新衣裳 带你去旅行 妈妈 您辛苦了 我和妹妹会一直陪伴的您 接下来 我和妹妹一起为您献上一支舞蹈 听我说 谢谢您 听我说 谢谢您 送给你小星星 送你花一朵 你在我生命中 太多的感动 我和妹妹会一直陪伴的一支舞蹈 你一时爱我的天使 一路陈一陈一陌 不能随着变化 把你唱唱歌 听我说 谢谢你 因为有你 温暖了四季 谢谢你 感谢有你 世界更美丽 我要谢谢你 因为有你 爱藏在心底 谢谢你 谢谢你 感谢有你 爱藏在心底 我听说就是亲生父母其实后来和你有联络 在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怎么办 那今天来到我们幸福来敲门也是带着心愿来的 是的 带着心愿来 那我们请妈妈先休息一下 在下边听听女儿的幸福心愿是什么 好吧 来 有请 我的幸福心愿是为全民公益健身活动筹备资金 好 为全民健身事业筹备资金 来吧 有请各位 首先呢 我会帮助你去报导宣传尊霸的这个项目 然后我也会在此之前先送上一套 我们随风奔跑的这个篮球装备给到宝宝 学会去爱别人 别人才会更爱你 你才会更幸福 所以我相信你这么优秀 你以后一定会很幸福 安任生活科技有限公司助力你一千元 梦想基金帮助你实现你的愿望 谢谢